老板 今晚我能请你看个电影吗 没事吧 公司那么多年轻漂亮小姑娘 你不料 过来聊我呀 老板 这你就不知道吧 年少不知那什么好错吧 那什么当中板的道理 你懂吧 这不是谁学的 学年文大点的 我给你找个阿姨得了呗 这面前谁要再会年龄 再说了 我已经有对象了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路过你公司过来看看你啊 你好久没回去了 不是 这几天这不是挺忙的吗 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别熬虚了 缺钱了 我给你啊 上边也要 不不不 你说这个干嘛 我自己也能挣钱啊 能挣钱 把我送你的车还给我呀 不是 你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车了 我老板在这儿 你别瞎说啊 这就是你老板啊 长得确实挺漂亮的 那个 再漂亮 也没你漂亮 我都五十多岁了 能跟你们年轻人比吗 你过来 蔡王 你很缺钱吗 我平时给你开的包子不少吧 你就再喜欢成熟一点了 你也不要记不得是长年人这么大的 不是 你现在这么爱吃软饭了 五十多 你们有事 我先走了啊 哎 等会儿 其实大姐呀 我呢 跟小马呀 已经好很长时间了 几个月是有了 对吧 亲爱的 不是 老板 你干嘛你啊 清醒点 选我比选他强 妈 她同意了 妈 不是 你是阿姨呀 她们的日子过得多快活 我